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伦理 第二个是道德 这两个是根本 故事后同盟养真 大概从两岁开始到五岁 五岁小孩就很像大人的拍头 很像养 我们称的叫小大人 知道孝顺父母 知道家庭和活物相处 学这些关系 神一学根治根 一定要从这下手 不从这里下手 没根 不从这里下手 真诚的心 怎么下来 三思心上讲得对 人只从心本身 维护 掌握到心本身 这就是圣衣心的根底 圣人 显然怎么培养出来 就叫根底 小清白的第一个 身体得自于父母 对父母的尽孝 这是应该的 天天地 不能违背 你注重小讯 业家自然红 相亲相伴 智慧 道德 学问 来自于老师 对老师的弓箭 跟对父母相同 我们的智慧 来自老师 老师教导 老师做榜样 我们学成 真正由菩萨 来当老师 来表发 做样子 给孩子们看 把下一代的培养 救起来 化之中心 就是菩萨 就能得到感应 这个感应 第一个 长寿 生命延长 第二个福报 福报就来 你得到祖宗的保佑 散报价值 当然 灾难遇到了 自自然 然就化解了 化行为己 这是随着英国教育 所以 都圣仙说 做圣仙 修佛 要做佛门的菩萨 罗安 人可以正得地 究竟是否 采报仇 利 来 讯 成本 自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